各位師兄好,又是我Kenny 和大家講9月18號的法活谷賽事 這場又講到第2場的4班1650 這場又是馬小的場合,很麻煩 可以說一邊線路打色 這些場合就... 比較薄冷好一點 自己覺得薄冷好一點 霍利時又出兩隻 今天這場又是霍利時兩隻 這隻爪王烈焰三選 情趣一選 這場4班1650 曾經在3班跑的 有神龍驅 情趣 爪王烈焰 這三隻曾經在3班跑 神龍驅剛剛下來了 神龍驅上季尾都還在3班跑的 今季現在才剛剛下來了4班 變成1、2、4還在3班跑過 新界之星已經出過一場 但這隻馬是5班贏 然後回到4班 上場輸了就不是輸得很遠 但變成5上4 其實這隻是4班馬來的 4班尾馬 中間至尾 所以他回到4班 是否一個很不適合的情況 我自己覺得就未必 這場馬 只有一隻 因為已經是出不出馬 文家糧打王牌 又不代表什麼 因為文家糧今天出多少隻馬 我想看看 文家糧 文家糧今天出兩隻馬 所以兩隻都打王牌 沒有什麼特別的 他打不打王牌的因素 這場是第一 1、2、3、6、7、8 都是正選來的 今天拆了組 1、2、3、6、7、8 都是第一選擇 4、5是第二選擇和第三選擇 如果喜歡研究這些 第幾選擇 可以在這裏看看 各位師兄看不看到圓機 我自己就想看看 這隻 先講一下神粗 這場講一下神粗 神龍區 田坦安仔是試襲的很積極的 2號馬的 程翠 蔡明肖也是試襲的 但是蔡明肖也是騎了新界之星的 也是很積極的 3號的永益線 就是重化試襲的 也是很積極的 4號跑完一場 所以就保持功夫 5號就無險動作去摸過去 也是跑過 6號的新界之星 7號的活力補區 希威心 他試過襲的 但希威心是停賽 又回到原裝 最好的配搭就是莫雷拉 功夫也是積極的 希威心停賽都找莫雷拉 跳一課 這隻馬就 先說八號 八號的幸運飛區 都是熱身的 保持功夫 看看這隻 賀賢 莫雷拉這隻 莫雷拉這隻 曾經莫雷拉 幫他跑過一次 第四 今天就 走到莫雷拉來騎 動態上 好像我講的 伊斯堅那些 他都叫做有心找回 尤其是這場馬 只有八隻馬 你要找一個騎師騎 隨便找一個都很容易 根本就不需要 抬到莫雷拉 但這場馬 是否想像中這麼簡單呢 我個人覺得 不是一場 這麼簡單的賽事 潘頓 其實是沈雜城 永益善 熱個新的馬 先說了 四號的爪王烈焰 五號的蒜頭爺爺 六號的新界之聲 和八號的幸運飛驅 都是熱個新的 這隻是新界之聲 我想跟大家討論一下 這隻馬突然間 我不明白為什麼 蔡明肇試過那隻情趣 這隻馬是梁家駿上次騎 上季勝馬 潘頓季尾很老定 擺前很多 這隻馬 梁家駿其實騎得都很好 又跑第二 跑第六 今季跑過第五回來 那場的票就不對版 贏了 11倍 升了班 今天這隻馬 變成梁家駿這場馬 是沒有馬騎的 他專門放了蔡明肖 那這場馬 既然馬一點 就 好不好試一下 捉一下路呢 快活谷 快活谷也是可以的 不是說一定是不行的 試過第五 因為這隻馬跑法是比較主動的 在一個小馬的場合 神龍區上季 我記得已經找到什麼非常見 那些什麼 跟著都是追不到的 扎西德勒 今天回來短途 那就是 諾斑 田坦安 都試襲 這隻高冬尼的轉倉馬 跟大家在季休息的時候都說過 高冬尼的轉倉馬好像月遇一樣 他都是 逢出都逼 在霍尼時轉去高冬尼之後 輸來輸去 最多都是輸三個馬位 那天是輸給佳西德勒 他都追不到 沒得說的 是不夠人跑的 前面有馬波的開路 他都是不夠人追的 今天就初出 跑回1650 跑回1650 希望他有些新鮮感 就不要太厚 田坦安都習慣騎熟的 那我就 不如看看這隻神龍區上季怎麼跑 既然這一場是一場 即是隨時也是 那些步速不是很正常的賽事 那看一下他轉了高冬尼那場 跑輸給小米州雙白旗 雙白旗 雙白旗在什麼班跑 愛馬和劍都是 神龍區 獨博寶寶 都是在三班 那 就 成才後來都交了頭馬 中了一場 那看一下這隻神龍區 當日怎麼跑 跑過第五回來 9號馬 黃黃的 一場 是在這一場 這個神龍區 要是在 木古 一場 這個神龍區 這個神龍區現在守在尾四的位置 其實前面的步速不是很快 現在在內蘭,因為貼著內蘭鯛比較好 雙白騎現在在外面發力 神龍區現在在這裏,開始在兩隻馬上夾一夾,沒有位置 夾一夾,再騎上來 其實這隻馬鬥心的膽量都不錯 在這裏攝來攝去,他都肯追 那天他衝上來,阻了一夾一夾之後 其實不是輸給雙白騎很多 那天那些都是線路問題 那些愛馬劍,再出都有表現 那獨角泡泡都還在三班 那他今天下來了,就撿回四班 雖然這些場次不是一個很單純的場次 那如果說放的馬,就是幸運飛驅 可以放得前一點的新界之星,永益線 那這幾隻可以放得前一點 那希望這隻神龍區,因為他有兩點我比較喜歡 其實跑法上他這場不是很有優勢 但有兩點我比較喜歡 一他就是一隻鑽倉馬 是高東尼馬房的鑽倉馬 很多時候都能保持到水準 而且他都沒有什麼保留去拼搏 還有今天有個落班的因素 希望幸運飛驅,新界之星 可以做一些正常的步速出來 和永益線都可以守住下跑 其實上季我一直都很喜歡永益線 大家如果有聽開,我經常跑第四 我都有買他的 但是今天找到潘盾,我都在考慮怎樣投注下 但是如果我自己做這場馬 也是這麼小馬的場合 如果真的中一些耳垃垃的 我不如就算數吧 我喜歡我博彩的心比較高些 我希望贏多些賠率回來 如果30元那些我就當看跑馬算數吧 其實那隻新界之星 今天雖然他跑法狐谷好像不太好 還有你正常來的 你怎麼選擇都選不到這隻馬 但是我只是捉路一個因素 就是捉路一個因素 為何蔡明紹有情趣那些都不用 即是不騎 新界之星明明有梁家駿可以用的 上次都是梁家駿騎的 是吧 除非他上次很不滿意梁家駿騎 那就沒得說 但是照樣說都不是 雷電寶今天都好像被梁家駿 都好像被梁家駿的 姚本輝 今天就變了 今天特地找個蔡明紹回來做什麼呢 會不會因為這場的步速不快 希望他會不會一日走一下 那我就不如買兩注票 就用來搏一下冷門 我要買一隻新界之星 新界之星要了之後呢 其實如果再選一隻 我就在三四那裡選擇 霍利時出兩隻 永益線潘頓 其實這隻爪王獵染 就熱了一身那一場 就 看看 他 角能我就不太喜歡 但霍利時好像這麼貴 很多馬都搏到第二 冷門都不錯 其實他一隻是守得住 馬 即是 怎麼說呢 即是 有時候他撿回個靚蕩 都可以說不要太厚 變了今天又馬少 找位衝的時候 應該 沒那麼難找位 給十二隻那些 應該容易出一點 有得衝 但就只怕是沒有步速 但望來講 望是這樣 幸運飛駒 又拉上來 隨時幸運飛駒 真的帶得到 這場如果有些線路問題 在這裏 古古古怪怪的 幸運飛駒 這些 實際無神 你被他帶到都不奇 不是好奇的一件事 但變成了 如果要搏 幸運飛駒 新界之星 可以放得前一點 永益線 那些 看看能不能搏 冷門 爪王烈焰 叫做熱身 第一又熱身 國能騎乖騎熟 只有八隻馬 找位不會再冰冰冰冰 挖都不用挖到這麼出 望就是這樣 這場我自己介紹 就選擇神龍驅造膽 因素只有兩個 第一個因素就是降班 第二個因素就是高東尼 他對轉倉馬 都是沒有保留價值 不會說 拼拼又不拼拼 上櫃已經是找盡辦法 都跑不贏 那些什麼 紮西德納 看看他今天下班 來 看看會不會為這隻馬 交代一場 其實這隻馬 轉過來的時候 也是霍利士轉過來 今天霍利士出了兩隻 都是很古怪的場合 所以都是 如果相信我,就看很少主好 隨時有行運飛距離,就給我一個萬步促 一時大盜,大家都嘔嘴了 我不管那麼多,二馬論馬,愛神龍驅造膽 拖了這隻薄冷門的新界之星,師父拖徒弟,看看可不可以 再加上這隻爪王烈焰,其實我在永濟善龍爪王烈焰選擇 爪王烈焰的原因就是一個因素 就是被永濟善熱身一場 今天馬少,不需要在12隻馬上冰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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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他今天馬少的時候可不可以穩偉一點 你知葛蘭哥哥的,就是憑這個因素 這場馬好簡單,一拖二就算了 季初是用這些策略 等一些馬 有些大馬房 等他們可以促足馬 馬房差不多開始跑入狀態 那時候才 頭駐方面 多一點選擇 暫時我這些小馬的場合 都有一隻拖兩隻 甚至有時候 臨場覺得可以的話 或者單Q 單位置Q 看著馬怎麼跑 就做一些功課 希望各位那天都可以多贏 我Kenny介紹 第二場的心水 就到這裏 多謝